开明台风才刚走 台中市长卢秀燕 26号晚间再度现身桃园机场 二度起春访美 是燕子 燕子蛮能飞的 为了避免有人做文章 所以我决定要自掏腰包 那不管是中央 或是地方的这个首长 那因为这个灾情要提前回国 这个房台 自掏腰包我应该是第一人 就怕哀轰浪费公帑 卢秀燕强调这回机条是自费购买 房美形成争议不断 民营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更是早在25号就预告 卢秀燕26日将这次 房美还秀出搭乘的半级航班 礼拜五在旧金山 礼拜六在大洛杉矶 都有桥燕 那这些桥燕都拼到了 那这样卢秀燕赶得回去吗 可以啊 他现在改做到 你太热心了 帮卢秀燕找好航班 对他改 他只要做这一班 就连航班都被王一川精准命中 直言卢秀燕就是为了参加桥燕 不少网友在王一川的 岁上留言阿川真的是神预言 質疑卢秀燕到底回来干嘛 卢妈妈花了25万回来作秀 台中不是还有地区淹水 他这咖到底在干嘛 超火大的 一天到晚只会戴着面具作秀 卢秀燕原定10天的防美行程 22号台风前夕从台湾出发 23日落地西雅图 6个小时后决定返台 24日清晨反抵国门 连续两天坐证在汉疫变中心 指挥防灾67小时后 26号晚间竟然再度防美 议员痛批卢秀燕 台风过后气市民不顾 台中市政府防美行程已经过了一半了啦 所以我就不太懂为什么还坚持这个时候 过了一半了都还要去 其实他的目的很清楚啦 就是要去建包括旧金山以及洛杉矶地区的侨胞 那我们都知道有志于大卫的人 侨胞是很重要 在后复原都还没完 市长次急着赴美 也难怪被质疑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神亮 布局2028意味浓厚 昨天晚上台湾市长卢秀燕又再次到美国了 我们记得说红台进行他坚持就是要去 结果风大雨大马上又跑回来 算一算时间只剩六天 昨天晚上又飞出去了 于将军他一定要飞 他飞去不可 虽然说台湾飞美国要飞好几十个小时 来来去去的很累 坐飞机也很辛苦 他就是一定要去 为什么呢 为了下一步 为了 不只下一步 为了前下一步 还有下下步 他在想什么 在进程目标2025 远程目标2028 他什么都要 都要掌握 要不要还不知道 我敢说 卢秀燕目前在蓝军的内部 是最明亮的共主 最明亮的共主 为什么说最明亮 掐指一算还有谁可以跟他比 侯友宜已经选过总统了 现在呵呵做事 朱立伦 已经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寿命最长的党主席 不管他是赖皮不下 还是呢 这个钢板够厚打不穿 反正他就是目前 我看过近十年的党主席 朱立伦是做最久的 为什么 他不下嘛 一般的党主席 县市长选书就下 总统选书就下 他 九命怪猫 都不会下 所以朱立伦大概 党主席的 大家党员对他的承受跟忍耐度 也到此为止 所以卢秀燕威胁到朱立伦了 威胁到了 威胁到了 因为朱立伦认为 这个主席应该没有人要当吧 因为当了主席之后 又不能选总统 所以说应该没有人要当吧 可是如果卢秀燕 如果啦 如果卢秀燕 他现在正在评估 他为什么这么急的在台风 一结束 你看 你看过一个政治人物 短短一个礼拜之内 美国两次吗 那很累 我想非美国非一次 按照我们说 五十岁的老人家 非一次趟回来 听说你现在 还是很痠痛 因为我们做经济舱 我没有办法做商务舱 你做经济舱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人家做商务舱 你坐经济舱 你要说你要酸背痛 因为我觉得 你都不是台中市长 因为我的印象 停留在我25岁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以为还是年轻小伙子 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 所以我讲 坐那边是很痛苦的 但是即使是做商务舱 你要来回30个小时以上 一个礼拜 两次 还要调时差 很累 但是是什么样的千辛万苦 让他要承受这么大的责任呢 为了下一次的党主席 大家我也要别忘了 国民党 国民党之母是谁 华侨 侨胞 现在叫台侨 以前叫华侨 我告诉大家 以前我到美国去 称华侨 现在我到美国去 所有人都说 你不要叫我华侨 我是台侨 因为我跟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胞不一样 我是台侨 对 所以现在大家要切记 只要是台湾出去到美国的这些侨民 你记得叫他们台侨 因为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胞 他们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侨胞 要叫他台侨 所以说他为什么到最最最有钱的美国的一个州叫加州 你到美国去加州的税是其他各州的一倍 因为那里台侨最多 有钱 最有钱的台侨也在那里 高科技也在那边 所以他去的时候是问了募款 有土司有财 你先去攻占了这一块领域 你才有子弹 人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那你说台中的黄副市长去 可以做城市交流 但是不能做候选人交流 那不是候选人吗 目的不一样 不是候选人吗 无论是2025的候选人 还是2028的候选人都不会是他 可是无论是2025或是2028 卢秀燕极有可能都会有他的名字 我如果是台侨的话 卢秀燕来 我一定说我给他赞助 何止赞助 何止赞助 还可以怎样 我告诉你那是源源不断的资源 源源不断的赞助 对 你如果来你给我民主 我就给你敬请 你来表示你心里有我 你来让我对中国国民党燃起一丝的希望 所以卢妈妈不管是飞了两次 做飞再怎么辛苦 飞去不可 市政交流 是TITLE 你知道 未来政治的前途才是目的 真的 如果今天卢秀燕不去 骂他的人 不只是在美国的台桥而已 国民党内部有很多卢派的人都会骂他 都会骂他 朱立伦今天请 昨天请他的秘书长黄建廷出来讲说 其实朱立伦也没有一定要出来选 如果卢秀燕要的话 他没有一定要出来选 为什么 因为当中的国民党的主席很累 你知道吗 吃力不讨好 会哀骂 还要求钱 对不对 所以很累 如果他愿意承担 愿意乐观其成 黄建廷说我认为朱立伦未必要跟他争 对 其实未必会跟他争 这句话 有双重意涵 第一个你要扛得住 要出很多钱 还要被骂 第二个呢 你当了党主席 说不定就不能选总统 这是双重双关语 那为什么朱立伦这么想要当党主席呢 因为朱立伦除了当国民党党主席 他还能当什么 他没有了 没有了 朱立伦还能再选六都的市长吗 他不会吧 朱立伦看来跟2028总统也绝缘了嘛 他就继续赖皮下去当国民党当主席 他当国民党什么好处 他当国民党他的子弟兵可以存活下去 朱立伦现在在中国国民党的一级党务主管 有个特色 不用给薪水 除了刑管会以外 除了中国国民党刑管会是要知新的 因为刑管会是要管财务的 那一定要找个专业的来管 除了刑管会以外 如果没有记错的 应该90%以上都具备公职 不是不分区立委 就是地方的市议员 吕家凯算是朱立伦主席的子弟兵吗 他是侯友宜的吧 对不起我问错人了 他是侯友宜 他跟朱派不同派 对不起 国民党按照台面来讲 国民党没有党派 我们都是朱队友 朱立伦的朱 国民党没有党派 国民党没有党派 但是国民党私下较劲的很厉害 你家凯你会怕喔你 国民党没有党派 但私下较劲的很厉害 永远是在台面上一团和气 台面以下暗潮汹涌 不过家凯燕我们认为你还是侯家军 比较对 他是侯家军啊 没有错 那但是我讲 朱立伦这一次 他的强敌 真的是卢秀燕 但是他也不敢去打压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的 这个未来的看长的力量 远远超过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当时 为什么不被国民党接受 因为侯友宜长期以来 让人家觉得他是比较台派的 在我看来 那是侯友宜的优势 可是在深蓝的看来 他是蓝皮绿谷 所以侯友宜这是他的优势 也是他的缺点 但是卢秀燕没有这个问题 第一个 纯正血统外省人 主播出身 在国民党里面 党职 民意代表 历练齐全 第三个呢 跟国民党中部势力相当良好 他们的交情非常好 所以我讲嘛 卢秀燕几乎 朱立伦具备的他都有了 但是朱立伦没有的他有 所以说朱立伦说 如果卢秀燕正了出来 他不会跟他抢 这是真的 一个第一个 万一选不赢 丢脸 那造成了这个人家说 你看你还是早早就退了就好了嘛 第二个 干脆就让这个主席 让卢秀燕当 让卢秀燕2028 选总统的时候 也会左右为难 朱立伦 刚刚 余将军说 他就是要选党主席 但你今天告诉我说 你有来自于国民党党内 最可靠的消息是 你跟余将军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在两个礼拜前 我跟国民党的一个预备 可能在2026年 也有准备要地方选举的人吃饭 对 然后呢 他就说 因为大家就很关心 国民党未来的动态嘛 那卢秀燕会不会再 接下来会不会选党主席嘛 他说本来啊 卢秀燕卢妈妈 真的有这个打算 因为党内大家很多人劝劲嘛 对嘛 对于现在这个 很多要 孤独二三公 要当主队友这件事情 很不开心嘛 他也是不得已才当主队友 对嘛 所以呢 这些事情让大家很不开心 所以很多人都去拱卢秀燕说 你出来 因为你现在声量最大 你台中也都做得非常好 你看 连台风他都演这一出 而且演到位 而且想好咯 飞出去 飞回来 再飞出去 都有想过哦 反正就是不管人家怎么骂他 他要演就要演竹嘛 那因为这么高的声量 所以大家叫他出来选党主席 他就也不知道怎么推迟 可能觉得自己也应该试试看 来承担 而且他也真的有志大位 如果掌握了党机器 未来也可以帮自己 这个是对的 对不对 可是大家记得吗 大约在两三个礼拜前吧 他去拜访了王金平 起到王金平 吃渣饭 听他说是吃没的嘛 王毅川讲的都是去吃稀饭 吃稀饭啦 这个吃稀饭的时候 这个台派大佬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志大位 不一定啊 一定要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为什么 你看国民党现在 这个国会里面乱叉叉啊 接下来2026年选举 选得好选不好 都是国民党党主席要担 那你国会如果你继续不能掌握 继续让傅昆奇这样子的猪派 猪队友 在主导国会的话 就算你当了党主席 你还是 2026年你还是选不好 你就必须要承担 那如果你继续当卢秀燕 你继续当台中市市长 你只有一个责任 你只要把台中市市长交给下一棒 不管是江启臣或者是谁 你只要安全交报 你就融退了 而且2028更好选 对 而且你的光环就 有完在啊 那你干嘛去承担这个党主席 听说卢妈妈啦 很聪明 她有把这些话听进去 王金平劝她的 对 听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卢秀燕 可能也因为这样啦 所以为什么要飞出去 你要选党主席 飞出去不一定有用 飞出去可能对于 未来募款 对于人脉关系有帮助 但对于党员票不一定有帮助 对于党员票没有帮助 所以你看她一定要再飞出去访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尤其加州那边华侨最多嘛 华侨最多 尤其那里的华侨 都是早期过去 那种经商有成的华侨 有景一台商 对 她就是要去炒自己的事 帮自己的人脉全部都拱住嘛 所以她一定要去的原因 我认为是在这里 不过我觉得朱立伦真的有点夸张啦 我觉得说过去大家不是说都说朱立伦很厚算的嘛 很算是这样的啊 她居然看到卢秀燕气势这么旺 第一时间居然叫黄建廷出来耶 还说什么 还说如果卢秀燕要选党主席的话 他也不一定要跟他争啦 我告诉你 这个表明的就是我要争 黄建廷他还说我没有跟朱立伦讨过这个问题 相关的说法极数个人猜测啦 所以这不是很荒谬吗 你一个秘书长去猜测党主席 不一定会跟他争 然后还说这件事情没有跟朱立伦讨论过 这不是完全就是欲盖弥彰吗 就是出来先帮朱立伦这个投石问路说 我会敲三振骨哦 说我要算哦 你不乱来哦 对啊 可是我认为啦 朱立伦如果卢妈妈真的要出来 你不管是党主席或者是总统你都挡不住啦 因为我要讲的是说当党主席是不是一定不能选总统 对朱立伦来讲一定是这样 他如果做党主席他就不用选想要选总统 不当党主席他也不要想选总统 对因为他现在就在国民党就已经没有人望了嘛 可是卢秀燕是不是这一回事 两个都要 就不一定了 谁说的 就不一定了 所以就算你敲三振虎 我告诉你这一条虎 就已经跑到美国去 现在要回来 你怎么样你就挡不了他了嘛 专哥 这一次卢秀燕昨天晚上出去 听说你神预测全准 全准 包括说他在晚上出去 在哪一条虎人家 会付不我们说那个当地的桥燕的这个 你说百度对不对 你全部都说中了 那这不是我说中 是因为卢秀燕的市政府在7月1号 就对外透露 他们在洛杉矶预定要办40桌到50桌 已经全满了 7月1号 几个星期前 四个星期前 他们就放了这个消息 那他们放了这个公开行程 这是已经市政府公布的行程 一般市长出访 你说这个侯友宇出访 侯友宇如果出访 侯友宇会在里头 证明我们要跟华侨吃饭吗 不会 一般不会 因为你是公务行程啊 你公务行程 你这个华侨吃饭是公务行程吗 这私人行程 私人行程嘛 对不对 那有时候比如说中午跟晚上跟谁吃饭 都不会出现在官方的行程 你懂吗 卢秀燕他们自己放这些消息 旧金山洛杉矶 关心台中企业 跑去美国关心台中企业 那这几个行程各位看 昨天 他昨天晚上飞了 昨天晚上飞了 7月26 我们跟他没有时差嘛 他落地刚好也是当天 当地的礼拜五嘛 那当地的礼拜六 就是今天 今天礼拜六 他们的晚上的行程 就是跟 跟这个 跟华侨吃饭嘛 那所以他昨天晚上是搭这一班嘛 他昨天晚上搭这一班 23点50分这一班嘛 然后落地 这一班的单程的机票钱 是16万4694 我单程就16万多 这超级豪华的VIP 因为他说不想有争议 这笔钱只好自己花啦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那天讲了 不好意思 阿海你够花这条钱 好 然后呢 你去就算了 他自己在他的脸书 po了这张照片 野户照 好来 我请问一下 卢秀燕是不是说 他自己来回 他是不是静观都自己 他说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这个习惯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啦 请问这张照片谁拍的 别人拍的 别人怎么拍 一定他在随护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人 也可以 航空公司很骂拍 没有问题 他可能在这个商务舱的休息室 那他还要跟那个拍的人说 我跟你讲 我护照拿在这里 你要拍到这个护照 那我抠两市长说 怎么可能一个人 假设一个人 不可能 拍这张照片 他要不要跟他讲说要怎么拍 要啊 要嘛 那是不是爱做秀 是 现在兄弟跟这个乐天桃园 就是我们桃园球场打球 里头有一个很优秀球人叫陈俊秀 陈俊秀就这样 安打秀 全的打秀 秀秀秀秀秀 陈俊秀 卢秀恩是什么 台风秀 飞漆秀 秀秀秀秀秀 爱作秀 就是爱作秀 当时他穿着红背心 拍那段影片 就是作秀 他全部都想过了 红台来还要回来吗 还是要在美国 他全部都想过了 他要回来的影片 是出发前那天早上 在市政府的市长市会议室拍的 他已经拍说我要一个人回来 那出门前就知道一个人回来 他出门前还通知所有 跟他去的人都要带红背心 什么意思 就是他知道 第一他可能要在那里开 这个相关的应变的会议 他早就想过了 他当然知道会有灾情 他当然知道台风会进来 他飞出去的当天晚上发的脸书 上面那个暴风间就是笼罩台中 他还提醒台中市民说要小心 所以他知道会有台风 那他出去了又回来 那你回来就算了 回来之后 他开完应变会议之后去视察 礼拜五的早上再去视察 礼拜五早上去视察那个画面 我形容给各位听 他礼拜晚上又飞回去 礼拜五白天出现的画面是 他的头发没有湿 衣服没有湿 裤子没有湿 鞋子没有湿 地上是干的 怎么会这样 红台过后怎么可能 头发是干的 不是他就选一个都没有风 没有雨的地方 看完之后 然后得到一个答案说 这个台中已经没有灾情 川哥意思说 要么就直接去一个都是雨水 然后露宿倒塌的地方 就去勘灾 台中和平区 三重嘛 现在很严重 国关是和平嘛 那台中是什么时候暴风雨 礼拜四晚上礼拜五凌晨 礼拜五凌晨 台中人都哀嚎 那个什么台湾大道 整个都淹水 什么一大堆 反正各地都是有灾情 可是当然到了天亮以后 这个水大概就退了 卢销恩就选择退的地方去视察 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 台中没有灾情 所以我要出门 我要出门 那他出门的关键 我跟各位讲 他这一趟的行程的关键 就是这几个行程 其他这些都不重要 卢销哥去那里 现在就是要见台商 你说拼杜拼杜的意思是说 人都钱都穿好了 你如果人没去 外资就可能没法跟你支持 意思是这样 这个就是说这一些侨胞 他们如果平常国庆日回来 是元旦回来 总统就职回来 各式各样的东西回来 不一定见得到卢秀燕 只有台商会回来才会见到 那他们当然在美国 在美西希望看到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现在是国民党 潜在的这个党主席 跟总统的候选人 潜在的 那当然希望见到他本人 所以在美西 美国各地 只要有台湾的政治人物 去一定都拼得到的 你像王定宇 余将军去 十堆都拼得到的 那个餐厅一定都很多人了 大家想来看他喜欢的明星 对嘛 那这一种去的时候 下面的人一定会喊 选总统 总统好 有才能够的嘛 我给你支持给你支持 对嘛 给多少给多少 那卢秀燕你会自己去感受到说 有没有那个热情嘛 譬如说秀燕啊 你要出来选党主席 秀燕啊 国民党就靠你啦 秀燕啊 这个你要出来选总统 现在看起来就没有人 就是你啦 他要自己去感受 有没有人跟他这样讲话 那这种感受 他就只有去到那里面对面 第二个 这些侨胞刚刚有人介绍过 这些侨胞其实有的都很好的 那有时候见到面 见面三分情 我没有说他这次回去会募款 募什么东西回来 不一定 那至少有见过面 有握过手 有拍过照 以后 真正他要在攻大位的时候 这些人当然是为他的潜在资责 所以卢秀燕当然透过这个市长的任内 透过这种方式去美西嘛 那当然去美西就是见侨胞啦 就最近网路上还有在传说 他要去见川普 你有要紧吗 见什么川普 那啥在乱说 有可能吗 不是啊 卢秀燕如果去到美东 去到美东 就可能有美国很多的智库在美东 可是美西就比较少嘛 美西就是单纯去见侨胞 那对他来说 去见这些侨胞 跟这些侨胞 举行这个侨胞 应该是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说不定真的 卢秀燕会见川普 不过就要事实证明 到底是真或假的了 再来看到是 新竹市长高宏安被指控说 涉贪助理费 我们看到这个贪污罪 判刑是七年四个月 持得公权四年 新竹市长的职务呢 是停职 由邱全元代理 昨天 今天 市民好多人 放演会 吃鸡白庆祝 来看到这个罢免的浪潮 也出现了 说现在罢免 最近已经收到了 千份的这个罢免连诉书 内政部今天最新的说法是说 高宏安停职期间 不给半薪 一毛钱都不给他 本来高宏安是年薪千万 他用匪陶匪自称 现在都是两头空 接下来高宏安有很多个官司缠身 包括住豪宅 来社区都庚等相关的案件 新竹地检署都是 以他自然进一步侦办 邱全元亲自上场打仇 参加税务杯三对三动牛宣导活动 不过本该出席的是市长高宏安 现在涉滩都停职 一切市政改由邱全元代打 那我想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未来我们也都会 这个承诺市民 我们绝对市政 不会有任何的延宕 听到敏感问题转头就走 但外界猜测高宏安今年初延揽 邱全元当副手其实早在布局 一旦官司判有罪邱全元随时上位 因为他在过去在立法院 跟高宏安共事嘛 所以两个应该默契最高 当时这个人事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 应该是高宏安自己选的 主义黄国昌 选新竹 谁讲的 现在有传出传 我跟你讲台湾就是 听说啦传说啦 有人讲拜托 这种话就少用 2026封城之争 要想守住执政本命区 看来柯文哲得伤脑筋 因为蓝绿已经开始布局 被点名包括国民党在地立委 政政前民党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和初次选立委就拿下八万多票的 阳明周大教授林志坚 未来走送如果贪污罪二审 高宏安判油罪可以再上诉 判决确定才会解职 关键时间点在今年12月25号 一旦过了任期不到两年 就由中央指派代理市长 传出柯文哲担心到时候 后面绿营派人对马新竹 整个旁边去 这个应该也在民进党的规划当中 我们这个没有 我们也没有站场上的主动性 我们内部也讨论一下 看我们要怎么严复 柯文哲与其要带风向 说是民进党一手操弄 不如检讨自己 为何提名一个有贪污争议的候选人 参选新竹市长 柯文哲应该要就这件事情 向新竹市民朋友道歉 蓝白河还是各走各路 高鸿安下一步 牵一发动全身 各阵营刷盘推演 也宣告2026新竹市长 前哨站提前开打 新竹人清皇 听说今天很多人放烟火 还吃鸡排 昨天放不过因为下雨 今天继续放 正确的讲法 这个是double 什么叫double呢 因为Grace用双响炮 来形容这一次这个贪污 这个判决的结果 为什么叫双响炮呢 因为一个是颜宽和 一个是高鸿安嘛 所以叫双响炮 那你知道对新竹人来讲呢 这个昨天跟今天也出现双响炮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昨天看到高鸿安这个判决出炉呢 因为毕竟这等很久嘛 从2022年11月一直到现在呢 2024年终于看到结果出来了 所以昨天呢 有很多人到新竹的天空谈那个地方 去放鞭火 放鞭炮之外呢 还有人在发鸡排 那发鸡排这个动作呢 你以为只有在昨天而已吗 错今天为什么有持续性你知道吗 今天大家被内政部的这个 这个发布的新闻内容呢 给激出来了 他发了什么内容呢 因为昨天到昨天的节目 在讨论的时候都还说 尤其王毅川也有讲 讲说这个高鸿安呢 虽然被停职 但是还是可以拿一半的薪水 拿一半薪水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说怎么可以 因为贪污的关系耶 你被判刑耶 竟然停职 你还可以拿一半的薪水 这叫大家怎么看得下去啊 就昨天呢 这些观众的情绪 不知道我们内政部部长 是不是有接收到 今天内政部就发了这个文出来 内政部说 为了贯彻政府联能决心 新竹市党高鸿安停职期间 那个半薪 没了啦 而且没了这件事情 你知道内政部在这个文里面 怎么讲吗 他本来是说 这个发半薪呢 基本上有两种考量 第一个考量呢 就是你如果家里呢 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发 第二个 你违法情节不要太重的话 我们也可以考虑发 结果你知道内政部选哪一个奖吗 两个理由 他选这个理由奖 他说这个事实情况 他说财粮能不能发半薪 是内政部的考量 考量高鸿安市贪污治罪条例 为了贯彻政府 扫除贪污 建立年龙政治的决心 所以决定停职期间 不发给半薪奉儿 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因为贪污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发给你啦 所以内政部这个文一出来之后 哇 很多人早上呢 在社群在脆上面 在脸书上面疯传 疯传说这是今天看到 最抒压的新闻 没想到昨天看完之后 今天又有吃鸡排 跟喝珍珠奶茶的动力 明天还会有 明天还会有 明天还有 因为还有台北地方法院一条 大家都没有很认真看 哪一条 不可以出国 不可以出境 不可以出海 绿岛 南里 小琉球 龟山岛 澎湖 金门 马祖 通通不能去 连淡水有从淡水 坐船到巴黎都不可以 所以他再加一条 对 不是 王毅川这样一讲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大家从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日 连续三天都找到 他可以吃鸡排 然后喝珍奶 跟配啤酒的动力在哪里 所以你会发现 这整件事情呢 这个周末的 对于这个观看 整个双响炮剧情的观众来讲呢 确实是看得非常的振奋人心 但是这个整个高华的案子呢 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讲下去 更详细的部分 尤其是当你看到 蓝白在新竹市的反应的时候呢 真的会让你觉得 这是荒腔走板 非常离奇啊 好我们昨天来看到 高宏安市长呢 被判刑七年四个月 尺头公权四年 没收 未扣案犯罪所得 有十一万多 林庚人应该最高兴吧 他应该要发很多的鸡排 他应该要发很多的烟火 他说天道轮回 举头三尺 尊重司法严谨判决 我就记得当时 因为蓝白和他整个被劝退 他本来要很认真的耕作 后来他停止修耕 不是吗 不是 我想这个地方 我要稍微修正一下 他不是被劝退 他是被打压 他是被打压 他不是劝退 劝退是说 就你不要选了 不是哦 他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 新竹市长候选人哦 就没想到 在2022年的新竹市长选举里面 他在选的时候呢 哦 党主席呢 一方面呢 这个明明是竞争对手的政党 民众党 传出来就是说 有助理非安的事情 但是呢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选择相信高宏安的清白 哎 那我问你哦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林庚人来讲 伤不伤 伤嘛 还有蓝白和啊 是 而且林庚人在2022年 10月底的时候呢 他就开记者会说 开始在质疑高宏安说 请问这个李中庭 跟你是什么关系 请问李中庭的健保挂在哪里 请问李中庭有没有领助理费 然后就抛出了一连串的质疑哦 结果你知道吗 林庚人这一打下去的时候呢 他的民调是有起色的 但是 哎 照理说国民党的后选民调起色是好事啊 结果没想到国民党后来呢 是在打压林庚人 怎样打压林庚人呢 林庚人要把他手上的资料 交到调查局的北极战区的时候呢 国民党呢 这个要自己新竹的地方的大老 像林正泽这些人呢 去赌到这个 那个林庚人家那边去 不要拿出门 你不要拿出去 你不要拿出去 赌了一次呢 过了几天之后呢 林庚人的幕僚学的这样不行啊 选战人家打下去 到最后就莫名其妙阵亡了啊 所以呢 跟林庚人讲好 又要再去 结果呢 没想到消息丑陋 被知道了之后 又再被打压一次 所以林庚人前后被赌了两次 到后来 是林庚人的律师呢 把资料呢 交到北极战区哦 可是那个对他选情 已经没有帮助了 因为这个私底下做的行为 对他的选情来讲 没有补救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林庚人呢 看到高宏安被判了 七年四个月呢 林庚人当然就发这篇脸书 天道轮回 举头三尺 意思就是什么呢 举头三尺有神明嘛 那这句话呛给谁听的 呛给高宏安听的 也可能是呛给朱立伦听的嘛 神明做主了啦 是 那所以这时候林庚人应该 加码到天宫坛 跟着大家一起发鸡排 发真奶 这个时候呢 林庚人这个事情的新闻效应呢 感觉起来会比较强 但是前面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高宏安一出来呢 新竹地方的国民党跟民众党 出现很有趣的反应 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新竹的 这是高宏安的民政处的处长 施淑婷 他发了一篇脸书 发脸书对谁喊话呢 是对高宏安的爸爸跟妈妈喊话 他说高爸爸高妈妈 这个今天晚上就昨天晚上 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然后说许多人知道 你们的女人为了新竹市有多努力 所以在这个司法案件里面 我们绝对会捍卫高宏安 替他讨回公道 但等等 施淑婷你的逻辑是不是怪怪的 这个是高宏安在立法院的时候 跟他的助理之间闹出的贪污案件 跟你在新竹市政府有什么关系 施淑婷是高宏安的闺蜜不是吗 然后他是高宏安的 民政处的处长 县市民政处处长 是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施淑婷的反应 看到觉得这个逻辑也太奇怪了吧 但你觉得这是最奇怪的吗 错 还有更夸张的 更夸张的呢 而且这是国民党的议员 这个吕家凯 你们国民党的议员这个逻辑 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他怎么了 他讲什么呢 高宏安一审被判七年四个月 国民党的议员 钟淑英跳出来说什么呢 说高宏安一审被判刑 林志坚难道不要盗窃吗 他一讲完的时候 大家觉得惊呆了 这干林志坚什么事 高宏安在立法院 跟他助理所闹出来的 诈领助理费的事情 跟贪污的事件 然后结果他对这件事情回应是 林志坚难道不要道歉吗 我懂了 他要防止林志坚出来选新竹市市长 但是讲这句话 会不会逻辑坏死啊 也不同啊 是啊 就逻辑不通啊 不然就问问看 吕家凯认不认同啊 认同这两个之间的连结是什么啊 不知道 你再说一次他的名字好不好 钟淑英 新竹市市议员 他不认识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他的脸色 真的不认识 他不认识啦 所以你可以发现 新竹的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出现很怪的反应 但是在这里面 大家觉得柯文哲的反应 是让大家觉得最有趣的 因为他是民众党党主席 他跳出来讲说 高宏安就是一个政治素人 那这个政治素人 因为被助理给骗了 所以才会不小心踩到这个法律的线 但他批评说 这个行为 这个是对于高宏安这11万是重判 这个时候大家第一个点是 请问这哪里是重判 他被助理给骗了 贪污基本上就是7年的低销 好吗 7年起跳 高宏安是7年4个月 请问这怎么能够叫重判 还有人说这次判这个算低的了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柯文哲说 这是重判的时候 很多人不以为然的原因 但柯文哲说 这个次的判决 伤害很多年轻的人 要从政的想法 我想说天哪 这到底是谁在伤害啊 我们来看看柯文哲 过去讲了什么话好不好 柯文哲帮高宏安讲的话 这才叫做伤了年轻人的心 讲了什么话 我们整理三句 这柯文哲自己讲的 2022年11月4号的时候 当时高宏安事件爆发的时候 柯文哲说 理工女不会贪污 这柯文哲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 去年2023年8月14号的时候 柯文哲说 要贪污的人 不会把账记得这么的清楚 这句话讲完之后 昨天是标准的大打脸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发现高宏安那边账很清楚 岩冠那边账也很清楚 这两个人都有你们柯家背书的记录 请问柯妈妈 上次有没有帮岩冠人背过书 有嘛 那请问高宏安 是不是你柯文哲自己背书的 是嘛 结果两个人账都记得很清楚 柯文哲说 要贪污的人 不会把账记得这么清楚 请问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打脸 是嘛 那第三句话 这句话更有趣了 这句话讲的是说 去年9月28号 柯文哲说 高宏安话题 十件有八件是假的 然后有一个人跳出来反问说 请问他哪两件是真的啊 你知道谁问这句话的吗 问这句话的人叫做林根人 林根人呛柯文哲说 你说高宏安的案件 十件有八件是假的 请问那两件真的在哪里 讲这个话是林根人嘛 因为林根人觉得 我听到大部分都是真的啊 所以呢 在对照柯文哲过去讲说 贪污来自纵容 长官不可能 不知道 请问柯文哲 有没有当过高宏安的长官 有吧 那请问高宏安 做贪污的事情的时候 请问柯文哲你知道吗 所以按照柯文哲的讲法 那他应该知道吗 不是 他应该是纵容 按照柯文哲的讲法 他是纵容 所以呢 他应该知道 所以他讲的话是打脸自己 那最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标准的打脸柯文哲 因为他说高宏安是政治素人 那他是怎么样的政治素人呢 由小兔主任黄卫文的七句金句 看看这个政治素人呢 被黄卫文心中是怎么形容的 来看几句就好 第一个 黄卫文说高宏安做人失败 连办公室 立法院立委办公室 账策都被人偷拷贝 在立法院一段一段的卖 他真的做人失败 连这个证据都被拿去拷贝 黄卫文小兔主任讲的这句话 你有办法想象 立法委员办公室的账策被copy 然后在立法院一段一段的卖吗 有多讨厌他吧 这个对我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黄卫文也说 高宏安感谢我捐薪水 补贴国会办公室的装潢费 我觉得这是在吃我豆腐 为什么 因为高宏安的资产比他多嘛 从监察院的资料看起来 他资产至少是台币1400万以上 那这个资产比他多的情况之下 结果你办公室的装潢费 要这个助理捐薪水 然后帮你装潢来补贴 这合理吗 不合理嘛 第三个来 这个是这一次里面也是金句 因为黄卫文说 高宏安的男朋友李中庭 讲过这么一句话 别人来做立委都是来赚钱的 没有人是赔钱的 哇天哪 做立委是来赚钱的 你这句话讲到现在立法院去 看几个 113个立委 有几个愿意承认这句话 承认的马上政治生命死亡 没有人会承认吧 一承认政治生命马上死亡 好不好 所以你看再看下一个 这个为了一个人要当市党 拖累多少人 然后黄卫文这关键这句话 他说他当行政主任 连10块都不能做主 什么意思 那个高铁票到7或是到超商去领了10块钱 高宏安认为那个钱 你也是要照算啊 你也是要照算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柯文哲形容的政治素人 在黄卫文心里面的形象嘛 所以整件事情爆发到现在 大家就很好奇的问一件事 你们民众党现在有个要脚 叫做黄国昌嘛 对不对 党团的总招啊 那黄国昌过去有个主张哦 这个主张很厉害哦 大家看一下哦 他主张什么呢 连坐 什么叫连坐 黄国昌主张说 政党推荐的公职当选后 如果贪污判刑确定之外 要处罚政党 然后要处罚政党 相当犯罪所得的罚还 那现在大家都问一件事啊 那其实黄国昌现在还这样主张吗 要不要自行处罚 要直接推动法案 因为他不是要国会改革吗 国会改革里面就主张 这个黄国昌所建议的 如果政党推荐的候选人贪污的话 就去罚推荐他的这个政党 要罚相对于他犯罪所得的罚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请问现在的民众党 现在的黄国昌 还愿意推动这样的修法吗 这个好像才是应该 他要推的国会改革吧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看到后面大家会发现 现在民众党面对高雄 面对新竹市 高宏安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 这个对他的政党形象来讲 一定是打击打击再打击 不会是 那照这样给你凶起 你被开除党籍 你应该好好的远离这个党 你现在应该也蛮开心的 说到这个 为什么大家都很开心 不只我一个人开心 好多人开心 为什么你知道吗 灯啊灯啊灯 灯到灯无要去蹲 对不对 那我这样讲 你刚刚是在唱歌吗 唱歌 哪一首 爱我的情举手 这是什么歌我总没听过 听不出 我觉得莫无畏会生气 莫无畏的歌 所以你看我必须要这样 大家才知道是哪一首 Grace好像有点走掉 走在钢索上的音准 走在钢索上 重点 靠文哲 贪污的情举手 贪污的情丁丁托 这个民众党之歌 刚刚那首是孟文卫的歌吗 对对对 也是 本来是爱我的情举手 现在是贪污的情举手 为什么 你看柯文哲厉害了 民众党县市首长 百分百 人家是恋爱百分百 不是 贪污百分百 你看金门一个 结果新竹市一个 都重哦 民众党只有这两个 都重哦 都重 哇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厉害的还有一个谁 你知道吗 坐在我对面的柯妈妈 柯妈妈说啊 真的 为什么柯妈妈坐在对面 等一下她就出现 等一下柯妈妈 柯妈妈要准备啊 柯妈妈要准备 待会儿你cue她 因为柯妈妈特别啊 有帮高安站台的时候说什么 说高安很实在 实在这两个字 是不是实在会贪污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也说过一个孩子 很实在 海鲜的啦 我们现在请柯妈妈到现场 柯妈妈在那里 高峰安 他有贪污啦 贪污 如果要贪净素材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看 人聪明伶俐 他也很实在 说话不这样 刺激了 还认真啦 主要是很认真 不贪啦 人生这个 又很漂亮耶 他也没做什么 不好的事呢 我们都一直跟我们 换 换得很不好的 我们也不败 他都一直跟我们 像我们在文铁 他也叫我闹到这样耶 很不得力的耶 我就说到这里就好啦 柯妈辛苦 我在放一瓶 控制水给你喝一瓶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袁冠仁 对啊 袁冠仁 袁冠仁我是 不败他啦 我今天是因为 我出来拜拜 一大家大家等到 电视面看过他 这孩子看他很高的 父母也做得很好 他父母也很实在耶 講話都要很实在 很好 很故意的啦 你别问我 很文章 很实在 我有支持他 没有啦 别问我这个啦 我们这个老人 都不在关这个 但是他这个孩子很高的 很实在 不像那林靖仁 林靖仁我也不败耶 他都不败我闷得了 我闷得也很高的 都要在把我闹 我都真的不败耶 好 柯妈妈抵 好 柯妈妈抵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柯文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你看一审判出来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嘛 就是10万以上嘛 那他就要判这个 7年以上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他就是 因为他都不认罪 所以他量刑也很难降低嘛 那我必须讲 柯文哲 厉害啦 他说什么 他说 哎 这个相信 他依旧相信 他说高宏安没有贪污的意图 没有贪污的意图 所以没有贪污 但有事实啊 有动作啦 就像我去周平会我有说 我没有要抹黑柯文哲的意图 我也没有要骂柯文哲的意图 我只是评论他贾老二的民调 我就要被开除 我没有意图啊 我没有要骂他的意图 我只是认为你有事实啊 其实真的 其实意图无罪 做了才有罪 对 行为才有罪嘛 我们是民主国家 意图是无罪的 对啊 做了才有罪 对 重点是他没有那意图 可是他有做嘛 对啊 所以他真的有贪污啊 他还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还说这个 这个潘朵拉的盒子 他说你这样就打开潘朵拉盒子 意思是什么 他说大家都领好领满 他的意思是什么 每个立法文都有 他自己就讲过啦 针对他这句话 有个立委拜托我要跟他讲一句话 你才领好领满 你全家都领好领满 不是 针对这句话 民众党你要先自首 民众立委你要先自首 因为你们上一次有五个 上一次有八个 你们要不要先自己 检举自己来证明一下 真的有这个潘朵拉盒子 可平意思是说 全立法他都这样啦 他就这样嘛 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有嘛 是不是全立法他不知道 不过 他怀疑啊 柯文哲说 立委都领好领满 因为他自己能够证实的 只有他民众党的八席 跟上一届的五席嘛 所以先查这总共13个人 支持先查 是不是 这13个人 因为高雯安已经抓进去了嘛 还有自己的 拜托的 检察官快点 启动 其实文律 讲话很实在 文律说话一定有依据的 他说都领好领满 他说有依据的啦 所以他们这13个 绝对都领好领满 所以还有12个 绝对都领好领满 而且全部都比照高雯安的方式 所以他对高雯安 为什么不敢下众口 下众手 因为高雯安是素人 之前谁教他 柯文哲教他的嘛 柯文哲是他的东主席 柯文哲给他拿名 拿名他做立法委员 给他说这个制度 给他去领 所以现在柯文哲说大家都这样 所以除了高雯安之外 可能在上一届还有四个人 五项 蔡碧如 还有一个 上一届有个 邱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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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我提醒检察官赶快去查 如果新竹的代理副市长也GG了 那新竹市长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是代理市长 不是代理副市长 新竹人 你头上摸摸摸摸 好 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现在网路的这个说法太多了 很多小草有点受不了 就说这都是民进党的阴谋 阴谋 不要念错 重点来了 这是民进党的阴谋吗 不是 大家来看 这个案子的案由从哪里开始 这个2022年10月31号就开始了 是谁踢爆的 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新竹市市长 要的这个提名人 林跟人开记者会踢爆的 如果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候高宏安说什么 他说新竹乃是是非之地 没当选几率的人 不要加入蒙 他呛他当时 对 那时候是这么的呛 有几率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因为柯文哲那一席废话 刚刚这位哥哥已经讲完了 那我要讲的是 欸 我们民众党 还是有这个知识分子 你们民众党 他们 民众党 还是有知识分子 他们 他们民众 因为我看到他就会想到我 你到底想要再回去就对了 没有没有 有些东西是这样 插进去 不一定出得来 但出得来一定不想再插回去 就像是我的党籍一样 我不想再去 重点是这样 不用怕那都会消音 没有 我讲我党籍 如果要罚罚他 重点来了 我要讲就是这个男人 我觉得有gots 这男人说什么 他说 公职人员贪污 责政党 连作处罚 柯文哲听到 你也要拿十万出来 这男人是谁 黄国昌 当年他的照片就出现了 黄国昌这个男人 只不过是2018的黄国昌 现在的黄国昌 他已经四天以上没有开直播了 现在剪的最新影片 因为我是卡提诺法学院 我都有在关注想说 我们国昌会不会讲一些贪污相关的案例 这种参事件说连开好几天直播一直骂他 不过他消失了四天 I don't know why 不过也有精华影片出来 我看到说多精华 还是在骂大法官 所以我是认为 我很期待我们黄国昌出来 跟我们好好的开示一下 高文安市长现在被停职 接下来如果要进行补选 各个党派当中谁最有希望 这绝对也是另外一出大戏 还有柯文哲说 现在助理费就像潘罗拉的盒子 他认为应该检讨修改 把制度给正常化 他也说立法院里面都一样 要相信谁 昨天高宏安一审宣判7年4个月 高宏安不服 我们进现场了 高不服将在提上诉 川哥 昨天我根据了解就是说 你有特别提到说他其实还有半薪 是不是因为你讲完之后 连半薪就是今天最新的进度 对我讲因为大家问我说 高宏安会不会辞职嘛 因为现在听说很多人在逼他辞职 为了补选啊为了什么 我说高宏安不会辞 因为他不辞职他还有半薪嘛 那半薪 结果内政部就说半薪都不给他 市政局还要19万对不对 但是他因为他是 因为有一个主管加几8万多了 所以他前面其实那里只有11万多12万 只用11万12万的那个半薪 8万本来就没有了 那可是他现在因为没有薪水以后就麻烦了 没有薪水以后 因为他的健保啊 可能就要保第六类 就要去屈公所保了 因为他没有雇主了嘛 没有陶楼嘛 那我们中华民国还有规定 因为你也没有劳保跟公保 所以你要去保国民年金 所以高宏安你要记得 要去保国民年金 然后健保就去屈公所保 那个第六类的人口 那高宏安接下来 因为不能出国 连去离岛善心都不可以 那我就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因为他如果原来住在回建筑 因为他现在不是市长了 所以阿满宜可能也不会理他了 然后呢他可能只能回去他户籍地 那户籍地也是那个倡议建设 一个比较盖了比较久的社区 那应该也是不错的房子吧 但是他应该会不习惯 应该会比较不习惯 因为他可能平常的生活不太适合那里 那他可能就会回台北 回台北 那他可能譬如说 支撤位这些可能也都回不去了 那因为他现在因为没有投入 所以他其实譬如说这个 宣把那里搞不好可以聘他当什么顾问 或者是回去找郭台铭 都有可能 可能聘个顾问什么 让他还是有薪水 让他好好的去面对他的官司 可是他的官司 其实接下来没有什么好打的 因为他就从头到尾都不会认罪 所以你二审去二审的法官换一批人而已 他去到那里还是我不认 我没有错 他是跟你打到底就对了 我猜他会这样 一个个性 一个个性不可能低头了 那他再赌一个 如果二审法官相信他的说法 采用他的说法 搞不好他就真的全部都是无罪 那他就又回来当新卒市的市长 有可能无罪吗 证据这么明确 他在赌啊 搞不好他在赌啊 所以邱承远 像邱承远今天去打篮球打得很开心 邱承远你也不要太开心 如果高宏安判无罪你就GG 你还是要走 所以你还是要低调一点 那高宏安因为已经退出市政府的群组 所以现在对市政的掌握可能会比较差了 那邱承远有没有可能把所有局处长都换掉 不敢吧 不会吧 郎公他会不会只是做个样子 背后还有人在操控他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会逼退高宏安或者指挥邱承远 应该就是新竹的企业家 只有新竹企业家的力量 才有办法控制他们 因为高宏安现在也不耍民众党了 高宏安昨天本来他说他只发书面声明 他没有要出来解释 后来是自己录了一个影片 大概一分钟的影片 最后一句话就说我退出民众党 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民众党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来扯我了 是高宏安舍弃的民众党 还是民众党故意跟高宏切割关系 不是 对高宏安来说 高宏安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管的是他自己 所以你们民众党不要想要来侵了我 什么新竹的版图 什么新竹什么蓝白要不要合作 新竹的这个什么要不要补选 什么我提早辞职就可以补选 然后补选你们就又要蓝白盒 然后把我赶走 把我丢到一边也不把我出利是费 连我的薪水全部都没了 你没有讲过一句话吗 每天在那边勤勒 我就跟你撇清关系 我要不要辞职是我高宏安决定 我最多被解职我也不可能自己辞职 我辞职让你们民众党跟国民党 全部弄我一个 我新竹地方的关系 我也不会给你民众党都不会 对 没错 那高宏安就是这样生气了 所以他现在生气以后就躲起来了 躲起来你也别想要他辞职 反正他就一直撑到三审了 那二审没有市长可以做 他现在就不是市长了 他怎么没有市长可以做 也不关民众党 不关国民党的事 12月25号关我什么事 我就是要拼无罪 我就是要拼到三审无罪 那这个对民众党来说 民众党现在就没在买 因为刚刚已经讲说 民众党的这种贪污率100% 民众党的执政县市长的贪污率100% 插的插的插的你们在看好清楚 今天有一个插的问我 问我说如果这个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国昌老师就在 会不会到现在这样 我说如果国昌老师 当时民众党在的时候 国昌老师就在民众党 高昂安就不会贪污了 因为国昌老师会控制得很好 怎么可以贪污乱七八糟 那徐永明 对了还有一个徐永明 他是收贿 那不一样 不一样 都会跟贪污不一样 贪污跟土利也不一样 你不知道吗 你看民众党 民众党 国昌老师说的 如果国昌老师当党主席 他不可能接受 这些立委搞这种事情 那是因为柯文哲跟不一样 柯文哲有承认 他当时忙于市政 又是一个新兴政党 大家都不懂 被感情收害 李静你的足力骗的 他在说法就是这样 都骗我们骗我们整个洞 大家都知识文哲 到底这个足力骗到这样 柯文哲就说 助理骗到方安 所以当时 如果这一个党主席 是黄国昌 民众党不会走到这个田地 果然是冲粉的说法 对 没有就是我鼓励冲粉收 鼓励冲粉 那冲粉现在可能会 大家形成这样的共识 所以只会收贿 不会有贪污 是这意思吗 这我就不清楚 反正就是 只要黄国昌当领导 你看黄国昌现在在立委 领导的民众党党团 有哪一个贪污 你跟我说 没有 都没有 是还没有查而已 是还没有查 但是现在冲粉 就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 高宏安会这样 他们现在去做一个 事前事后的研究 发现这个差别 就是只有黄国昌 如果当时有黄国昌 就没事了 所以Grace 你也要跟小小善喊话是不是 我是讲说这个狂草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 像我刚开始被开除党籍的时候 我很气愤啊 一直上电视节目 结果不小心通告费都赚回来了 我们要真面一点 为什么 我知道你们很悲愤 但话不能乱讲 为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狂草说什么 他说我上次投民众党 我朋友也投民众党 还写过104的人力银行网页 也开发玉山银行的城市 还有国泰人寿的城市 我是建议你们这些 绿粉台派青鸟等等 讯息以后都不要使用 如果你们有使用到 你现在可以开始斟酌 不投保不续保不理赔 不合格等等 这样子 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那个意思是说 我有开发的能力 还不像你们 我是工程师 这个意思说我支持柯文哲 这个非常危险 结果这样子 他在网路上 翠发表这样的言论 结果很快速的 玉山银行马上发出一个声明说 你已经影响本行的声誉 在此特别澄清 国泰人寿也马上发出一个声明说 你不要恶意造谣 攻击影响客户 打击我们的这个打击 那这个我们零容忍 如果抓到我一定告 就听说这个小草是抓到了 抓到了啦 因为他这太夸张了 你知道你就算基于你的政治的立场不一样 你要在网路上跟大家去比战 论战都没有关系 但他的状况是呛到说 我反正我投过民众党 我朋友也投过民众党 然后104人力量上面东西是我写的 国泰金的东西也是我写的 玉山银也是我写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这个等于会介意的话呢 那你们偷偷不要用 你如果是玉山银 你如果是这个国泰金 听到人家说 因为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都是他写的 所以呢 那个你就叫人家都不要用 哇你不抓狂才奇怪 所以他今天这件事情 一闹出来之后 你知道这个速度很快喔 第一个是玉山银先跳出来 玉山银说 有民众请本行顾客 不要用本行的APP的消息 已经影响本行声誉 然后特别强调是什么呢 因为他讲法就是说 好像他们程式都是他写的嘛 那如果是他写的话 感觉他的 你们这些跟我政治立场 不一样的人 小心你们的个资我都有 哇这个恐吓威胁意味很浓嘛 所以玉山银当然就发跳出来说 我们的资安都是严格的控管 没问题嘛 那另外玉山银讲完之后 换国泰金 换国泰人寿出来 国泰人寿说 这个有网友在社群散布本公司APP 有资安疑虑的不实谣言 本公司声明这件事毫无事实 根据国泰人寿这个才发完而已 马上再发了一篇说 这个人找到了 这更严重 因为这个人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 国泰人寿最新讲的是说 第一 这个员工我们掌握之后 已经停止他的职务进行调查 后面如果有法律责任的话 我们就会照法律行事 这是第一个 是国泰人寿的员工啊 国泰人寿 国泰人寿掌握 然后第二个国泰人寿说 这个员工的业务范畴 没有接触客户个资 也没有做APP开发 我们都经过系统确认 然后接下去 请第三方机构来协助 我们的资讯盘查 这句话 第三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三句话就是说 我知道我们国泰人寿只发声明了 你们不一定会相信 所以我们会找个第三方呢 来看我们的资安状况 是不是一切都OK的 没问题的 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这一个人他在网路上的发言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国泰人寿 跟玉山金的信誉跟信赖了嘛 金控在台湾是特许行业 那个信任的建立不是容易的事情 长期信任的建立 结果你发了一个文 然后告诉大家说 不高兴你可以不要用 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开玩笑这件事还得了 所以这个你在网路上跟人家论战吵架 小吵跟人家吵架没关系 但是吵到如果连自己的饭碗都闹出事情来 我觉得是标准的得不偿失 初伯议员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针对于很多人就是放便火啦 吃鸡排啊 你好像也很开心 因为你细数了之前高宏安的很多事情 你应该也蛮直接的 你知道昨天有一个民众 传的讯息给我 他就跟我说 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高宏安这个案子 没有判刑啊 他就会再也不相信台湾的司法 所以他传了这件事情给我 他说 我现在终于可以相信台湾的司法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意外啊 是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 因为他从这个林庚人爆出来 到后来起诉到后来审判 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你知道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他对于司法其实是丧失信任 他还记得了 拖得久了 拖得久了 谁谁谁怎么样都马上都起诉了 对不对 为什么高宏安还可以做市长 还可以在那边挖土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然后还可以把什么自己 这个市政府的编列的预算 在自己的办公室 买什么酒店封的沙发等等的 他们就很生气嘛 所以这个案子 但是高宏安被判刑 其实所有的人看不惯高宏安 或者是高宏安选举的时候 那个匪陶匪的那种骄傲的那个气质 自称匪陶匪 对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什么师大第一名是不是 什么大学第一名我记得 没有啦 那就是